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 富足人生千百问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 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的 福到你家的节目 进行我们今天的单元了 富足人生千百问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来跟大家谈谈了后悔这件事情 常常呢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 都会有很多后悔的事情 比如说很多的学生可能后悔 没有好好的读书 可能考不上自己理想的科系 或者是呢很多人后悔 这个工作没有好好的做 没有好好的选择之类的 那更多的人呢 是后悔着人生当中的各种点点滴滴 但这些的后悔只能后悔吗 那是不是呢我们只能不断的想 然后不断的沉溺于其中 但是没有办法做精进和调整呢 到底如何把这个后悔 变成我们人生的动力 前进的一个动力呢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持续要提到的就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 精神导师 大量生的导师 持续来到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提点 导师好 整容你好 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像是很多的朋友们 可能在人生的历程当中 都会有很多的懊悔的事情 可能一列出来 仔细的细细一想 可能就有五点十点 是可能自己在人生当中 很后悔没有做的事情 或者是很后悔 没有把握好的一个时期 但这个后悔 是不是只能呢 无限的沉溺在其中 只能怨叹啊 或者是只能想想 当时啊 为什么没有那么做 然后越想觉得 越对自己生气 然后越觉得自己很苦很闷 那到底这个后悔 只能用这样子一个 负面的方式来做抒发吗 会不会变成了 我们正面的力量呢 有的时候啊 我们说啊 这个要想清楚再做 不要做完以后再去想 对 那后悔懊恼 这些都是做以后才去想 哎呀我刚刚为什么这样子 我刚刚为什么那样子 那很多东西呢 在事后才在做检讨 那同样是要把事情做好 但是之前先把未雨绸缪的事 先能够先前的准备啊 study啊 总比这事后再来懊恼的 已经把很多事情搞砸了或损失了 再来懊恼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而事实上这个社会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负责的情况下 应该是要想好再做 不应该做了再去想再去补救 那如果能够想好再做 能够让自己各种可能的努力啊 来让很多事情更加的平稳 这个顺畅各方面的自我 所谓的自助人助天主啊 自己先配合 那别人可能他又会给我们可能的一些帮助 那这个冥冥之中可能又很好的这种气氛啊 或者是什么样的运气啊 各方面在进展中 那自助人助天主 我想这个只有个人因水能量自知 但是一个人的一分啊 如果一直都在悔恨中 到脑里呢 他大多数的时间都花在那里的时候 就很可惜了 那如果我们都每件事情都把它弄得来 都去卖弄得清清楚楚 而且我们也能够尽情的把每件事情做好 那一步到位总比那个一直在调整啊 然后一直没完没了的 觉得人生好像方向要转啊 各方面的努力的这个阶段性目标 又不一样的时候 其实对于一个人 他真正在日常生活中的这种面对 他是蛮痛苦的 那真的是看到了这样子的不妥 那又何必不把这个自己 很多事情先想好 先训练好 先把握好再去做 所有事情让我们先想好再做 对我们来讲 它才是一个比较正确 不会有后遗症 那么对我们很多东西呢 比较容易事半功倍 让我们在加分上比较能够拔得头筹 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朝这方面去努力 嗯没错 尤其是我自己觉得啦 我当然在生命的历程当中 也是有很多后悔的事情 好像我的后悔都不是那种太大的一种 就是决定或者是决策的错误 但是我觉得有很多人 可能真的在人生的过程当中 是面临到了比较大的一个错误的选择的话 有的时候哇这个情绪啊 真的是一线下去 真的就觉得堆心瓜 就觉得哎当时怎么没有这样子 如果再来一次的话 我会怎样怎样怎样 就会一直不断的这样子思考 可能在自己面对到了某一次挫折的时候 就也会呢再想起了同一件的事情 好像呢这样子无止境的一个反思吗 虽然说是反思 但是呢好像只能用着这样比较负面的情绪 只会真正让自己遭受到的更大更大的痛苦味道 所以这种负面的情绪是谁来惹起来的 我想这个要自己先去消化清楚 认知好了以后再去做 就不用说怪东怪西的 那很多事情 自己怎么样的这个布局 自己怎么样的一个把握 后面怎么样的成绩 那是不是真的想清楚都明白 不要产生后面无谓的这种 所谓的浪费啊 遗憾啊 或者什么样的悔恨啊 懊恼啊 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 只会扣分不会加分 比如说我们在美国 买一个简单的家具 它可能是要自己组装 在组装上面呢 它有一这个说明书 那我们打开来 那么一片片的木头 你也许就想说 哎呀 这个就做吧 也不看说明书呢 就胡作瞎说的 等到装错的时候 声明已经组成熟饭了 也不能改 也不能猜的时候 那就很懊恼了 那那个情绪可能就很不好咯 那这些东西的深层是自己的大意 但这个大意自己可不可以控制呢 可以 那如果没有控制的情况下的 对应到后面的就是懊恼 就是悔恨 就是埋怨 就是给自己的这种人生 带来很多的灰暗 那这个明明是可以预防的 或者是控制的 那只是自己的认知上 是不是能够随时自动自发的 督促自己 在对的道路上做对的事情 我想这个就是蛮重要的一个观念 因为有些人他觉得说 哎呀没有那么多时间 还在想对不对 做再说 反正不对了 后面还会再回来再改嘛 所以他的医生就一直在那边改 一直改改不完 所以别人都已经不知道 飞黄产达到哪里去了 他还在原地在一直改一直改的 也有这种人 所以各方面其实就是一个心念 就是一个抉择一种想法 那么我想成年人的人呢 如果能够把这个议题 想得更清楚的时候 很多时候因为自己 在某方面的坚持 或者是各方面的自己的努力 去破解一些本来要遇到的问题 但却因为自己的努力而没有遇到 我想这个就可以为我们 避免了很多的懊恼 避免了很多的后面要去自圆其说 又让自己耗了很大的能量 或者要避免 在一些不好的局势中 自己还要在人群里 假装的显现自己还OK的情况下 那是苦上加苦 所以这么多的问题加在一起 明眼的人一看 他不如就是按部就班的 每一个当下都把这个戏言好 不让这个懊恼 悔恨的事情发生 我想这个是智者的表现 是这样子 没错 所以在遇到了事情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要做一个比较重大的决定决策 或者是任何的选择之前 其实就像刚才导师所说的 其实想清楚就会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要先思考 这个事情对我们有所关联 那我们有哪一些的路径可以来走 那这个A路走的话会是怎么样 B条件我们选的话会是怎么样 先理清这件事情 好像就可以少了很多的烦恼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这个做决定决策之前 我们先把这个蓝图 或者是布局先行想好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来导师 这就有关于像计划 是不是妥当得宜 以及自己是不是真的花了时间精力 为自己来做准备 我想这个就是胡适之先生说的 要怎么收获就怎么在 但是我们现在的21世纪的很多的人 就是说他不愿意去想着 他将来可能的收获 他只是觉得在当下他可以把握做什么就是什么 但是如果没有一些可能的未雨绸缪 在当时又没有好好的把握 或者发挥一下的时候 可能这答案就是不尽人意 那么如果看清楚弄明白了 在随时都是做好这个准备的人 我想很多事情 因缘各方面的聚合 就会让我们在人群中如鱼得水的 胜利的脚步 总是来到我们自家的门前 来与我们相伴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一个人的人生来讲 是加分的 是别人呈现的 是自己可以来面对 并且理出更好的路径 往前走 往上升 我想这个就是自己的前面的期许也好 定位也好 或者是人生的规划也好 我想这都是蛮重要的 如何让自己不后悔呢 就是把自己先准备好 然后先形象好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 这个过程也真的不是那么简单 那当然我们做了很多的决定 难免偶尔也是会有一些错误嘛 但是如何把这个错误呢 幻化成为了能量 其实我觉得也很重要 可能在下一次遇到了 可能类似差不多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上一次这个 比较错误的经验呢 把它拿出来 就把它当成一个 往前迈进的一个动力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要如何在错误当中做学习 这其实也是一个 非常值得讨论的事情 的确 就说在哪边跌倒 在哪边爬起来 但是自己有没有 更充足的知识或经验 或者是有长者对我们的提点 我想这就是蛮重要的 有些人他也愿意 哪边跌倒 哪边爬起来 但是试着爬起来 一呆可能就十年 二十年还没爬起来 那对于人生来讲 它就已经浪费了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 接触到对的系统 好的老师 各方面的引领者 来帮助我们 能够四两拨前进的 往前行 往上升 我想这个东西 对我们来讲 就是一种隐形的财富 那真的可以如此 那一个人的一生 其实我们就在每一天的尽性的掌握中 来做好每一件事情 让很多事情就是 名正言顺的 就是往好的方向发展 那对于每件事情都需要去做调整 要去悔恨的人来讲 那就犹如天壤之别 那既然是 我们刚刚讲前者 他比较能够为我们加分来讲 那是不是我们就应该要自我期许 朝这方面的方向去做 我想这就是智慧与否 所以在这边与大家共勉之 对但是要如何呢 让我们自己可以理清思绪 让我们自己呢 可以真正的想清楚 其实有的时候也非常的重要了 其实透过了超码的这套系统 其实也可以让大家呢 找到的一个简单的方式 让我们更有逻辑去分析这些事情 让我们在思考的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 可以更有的想法 那我们自己可能 可以从之前的一个经验当中 来做借敬了 但是呢 如果自己就没有多加的思考 或者是没有把之前的经验呢 把它放入我们的资料库当中 会不会有些人也是 比如说面对到了相似的事情 或者是呢 这个问题呢 也是一样 可能还是选择错误的答案 其实有些人也是一不错不不错 然后一错再错错误的不停 这其实好像真的会影响到人生 蛮大的一个面向 所以我有的时候说 就说如果我们可以从别人的书中 或者别人的讲座 别人的什么样的一个结论中 去学习曾经的错误 如果我们学习到了 避免了他曾经花了时间精力 所产生的错误 那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就在这个读书里实践中 就改变了原先 可能要去受苦的道路 那对每个人来讲 如果真可以这样子做改变的话 就是一大收获了 那毕竟 如果我们能够先知先觉的 能够在感恩中 去把很多自己先该努力的 先该想清楚的 先该调整或者是目标设定的 都能够先在自己的氛围中 自己是一个很ready的人 我想这样子对我们的人生来讲 加分的程度 各方面自己给自己的答案 以及别人看我们 应该都是比较正向的 所以呢要如何呢 可以调整我们自己 让我们呢 可以往正向的方向来做迈进 其实呢也欢迎大家 可以多做学习啦 如何把这样子一个错误 或者是这种懊悔 真的可以变成自己 向前向上的一个原动力 也欢迎大家呢 可以多做了解了 不过呢 到底我们要如何去做调整和修整呢 先来听到这一首好听的音乐作品 稍微的休息一下咯 来送上的是来自太阳声的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 我的太阳 在音乐之后呢 稍微的休息一下咯 待会儿的下一个阶段 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 会持续邀请到了太阳声的导师 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 只爱着我的太阳 赐予了真力量 生命从此好光亮 让爱回到身旁 而是那心愿被幸望 年少的盼望能飞翔 天上的向往不迷茫 世音乐家混音乐 神明的课题 执行 人生的心望 又放下 展现曾经的梦想 因爱重生 随光气绽放 感恩有太阳 伴我笑 陪我摇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 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一点钟的 福到你家的节目 进行我们今天的单元 富足人生千百问 今天来跟大家谈谈了 后悔懊恼的事情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持续邀请到的 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生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提点 导师好 其实真的在生活 真的很多的时候 难免都会有一些 懊恼的一个决定 或者是抉择 但是如果无声大眼 也就还好 但是如果影响到了 人生当中的 非常大的一个面向 或者是未来的发展方向的话 真的有的时候 一线进去就会出不来 那我们可能会无限的追悔 然后让我们自己 陷在这个情绪当中 但是我觉得有些人 也可能把这个 一直后悔 或者是懊恼的事情 把它当作一种借口 就觉得说 哇 好像上一次就这样 所以我上一次 一定大概也会是这样 然后就不断地陷入 这样子一个负面情绪的 一个轮回当中 好像在后面 要做了类似的决策的时候 就会更加的犹豫不决 因为有前面 这个不好的例子之后 他们可能就会 觉得很害怕 就没有办法有所行动 是不是有很多人也是因为着 之前可能一个 错误的决定决策 让我们自己后面 也是裹足不浅的导师 所以我想我们如果 把很多事情看得 比较清楚的时候 很多时候 就是看我们怎么去 拿捏一件事情 走哪个方向 如果我们总是认为 就好像是比较悲观 或者是总是不好的 跟我们来讲 是比较亲近的 所以在这种氛围中 所谓的这个吸引力定律 就是把这些不好的事情 都吸来了 但如果我们是 比较积极向前 而且随时都可以调整 随时都可以求新求变的 能够成长突破的 很多时候 就是因为自己的坚持 往对的方向走 在一段的突破的路上 然后看到自己的改变 进步 它各方面能够避免 在人生中很多的损失 我想这些东西 它是比较 你的看法 你认为它是主观 或者它是客观 就有可能 它的这个表现在 在你的生活里面 就可能是比较主观或客观 所以有时候在 深深的想的比较 进一步的时候 你有时候会感觉到 一个人 他的每一天 好像这个导演 编剧 演员 都是自己一个人 但是心 它却帮我们 招揽了很多的环境 而这个环境 又让我们 在内心深处里面 有些的不成文的期许 有时候会对话入座 那如果我们今天的 内心深处里面 不是负能量 负能量比较多的时候 如果在各种可能的运作下 自己又因此而有损失的 应该不是每个人 想要乐见的 但是你如果去研究 这个红尘中很多人 他确证在上演的 这类的戏码 所以相当的危险 也相当的 不需要这么样的走一招 那所以这个时候 还是要自己的自知之明 来给自己选择未来的路 我想这个 应该自己要想通 弄明白 然后真正选择 自己的生活style 来给自己一个 选边站的一个角色 来把它演好 然后之后 就会在每一天的生活里 都看到自己是一个 无忧无虑快乐的 这个天地心宠儿 我想这样子来讲 对每一个人都好 自己也加分 家人也舒服 那么自己的成就 又会影响着 社区领域 社会国家 我想这些都是 对每个人来讲 是win-win的情况 所以我们应该 朝着正面性的 选择发展 突破 成长 来做各项的预备 我想这蛮重要 对 没错 因为要如何 往个好的方向来迈进 而不是拘泥于过去 这些种种的错误当中 如何从自己 之前的错误的决策当中 来找到了力量 成为了学习的一个动能 其实有的时候 真的要用对方式 选对方法 像是导师所创办的 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当中 其实很多人都分享说 其实这个方法逻辑 都是非常的简单 清楚明了的 不会像很多的那种 其他的一个方法 可能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 然后有很复杂的一个方式 然后我们自己 可能也搞不清 但是学习的过程当中 会把自己弄得很乱 然后好像这个情绪也很复杂 但是其实超码的系统当中 用着简单的方法 让我们每天 就可以透过了如法实修 让我们可以 天天天天的一个进步 所以有的时候 一天一天 这样子一个 微小的一个进步之后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自己大大的成长 所以也要邀请大家 一起来 就是跟我们一起 来做学习之外 其实也看到了很多的 学员们 都有这样子一个成长的一个动能 所以我觉得导师 应该也在很多的学员 或者是读者身上看到了 这样子一个改变的动力吧 的确 超级生命码系统 现在在全世界各地 不管什么年龄的人 都在做实验 都在做成长 各方面的这种跳升 那么其中 其实就是 他们抓住了 这个系统里面的重点 很简单的 能够调动天地的能量 各方面的直漏 那么在这个未与筹谋的情况下 把自己的各种可能的准备 做到具足 那么自助人处天助 当自己各方面的 这个火候都到的时候 那么带动着所有 你就会看到 过去想的 得不到的 几十年都没有办法 成文成形 或成愿的呢 那么就再进入到超级生命码系统 因为我们的这个落实 各方面可以要落实的东西 那已经很多人都看到了 自己突破 而且非常压抑的看到 哇 自己的突破 在过去的想象中 是不敢想的 但是现在的成就 竟然是如此的大 那么也有很多人 在自己的一个 可能的这个充电中 那么借由超级生命码的系统 来看到 原来自己人生里面 原来的很多的弯路 因为加入了超级生命码系统 学习了天地的真理 而让自己呢 这个化险为宜啊 选择了很多 每一条的路径呢 都是好事好事好事 那么加以示 一段时间之后再回来看 甚反二进啊 都是加分 那都是在加分情况下呢 自己又很有 自己的未来的规划 所以对于这样子的一些准备啊 从以前到现在到未来 其实全部一条线来看的话 其实每个人加 如果有个系统 它真的可以这么 我们为什么不来试一试呢 所以非常鼓励大家来 越越预示一下 超级生命码系统 是这样子 没错 因为像是呢 突然想到了 之前也有在读者学员们的分享当中 其实我有发现了有蛮多的学员 都有这样子一个例子 可能尤其是在事业上面 可能之前有某一次的一个机会呢 没有抓到 哇就会觉得说非常的可惜 懊悔哦 当时为什么没有好好的努力 冲刺突破呢 但是可能在透过了 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一个学习之后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 有的时候做一些事情 还是有点时机 还有一些机运的 刚好天时地利人和 那在这样子一个状况之下 又做了好的一个决定之后 真的是事半功倍 然后呢不断的往上加成 所以有的时候啊 做这个决定决策 有的时候也不是说 自己做的不好 或者是怎么样 只是差了一个时机和机运 但是很多人 在后续呢 学习了超码之后 也把握这样子一个时机机运 好像呢好事滚滚而来 所以这样子一个例子 应该也是不熟的吧 导师 的确 但是我经常就在讲 别人的例子 并是别人的 虽然每一天 分秒间都有这些好事发生 每个分分秒秒都有 他们这个 让人家听了这个 大快人心的好的故事 但是这毕竟是别人的 所以我经常在讲呢 自己做实验 自己看到自己 之前之后的差别 成长突破 甚至于很不一般的成就呢 那自己才会知道说 是不是真的遇到一个对的系统 那如果真的遇到对的系统 可以在一件议题上面 就给自己带来这么多的加分 那自己在各方面都运作在 超级生亚的有效的一个系统运作下呢 那自己可以给自己带来多大的殊荣 多大的成长 以及多好的一份成绩单 给自己在今生 所谓的生命不留白啊 而且在自己的分分秒秒中 赚来的都是人人称献的 这个不可多得的好事 那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那就有点像是人间天堂了 那真的会这么好吗 所以我经常在说 不能总是听别人讲 那既然别人都可以达标 变成这么样的幸运 天地的新宠儿 那么我们应该也不差 只要我们一试啊 就会看到结果 那真的如此 你就会发现 生活生命的这些光明的这种机会点 随时在我们的身边 只要自己抓住机会 掌握了方法 你就会发现 哇 那个进步的这种速度啊 往往很难想象过去是怎么样的去 比你都没办法想得出来 但是却在实验中 就在自己的这个落实上面 真的就是一步一步的加分往前进 所以就会比你的同事啊 或同学啊 或者是朋友啊 往往进步许多 而且这成就在后面 再来比的时候 再来看的时候 哇 这真的是不可思议 那真的是如此 那人生真的就是 比较没有遗憾了 是这样子 对 没错 所以呢 学习真的非常的重要 因为学习呢 除了是会让我们自己呢 思绪越理越清之外 也可以让我们 从之前的一个经验当中呢 也找到了一个方法 所以呢 其实这套的系统呢 用着简单的方法 让大家呢 也可以有更有逻辑的方式呢 来面对未来的中重挑战啦 毕竟呢 生活当中嘛 真的做了很多的不同的决定 抉择和这些的决策 但是如何 每一项的决定呢 都是往好的方向迈进 也可以让我们后续的未来 可以持续的加分 其实呢 真的好好的运用 就非常的重要了 所以呢 也邀请大家咯 一起来认识 超级生命密码 这套的系统 透过了网路上面 有非常多的资源 也欢迎大家呢 先行来做运用咯 也欢迎大家 可以在网路上面 来搜寻 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 另外还有脸书粉丝团 同时呢 也在网路上面 有非常多的影音相关的资讯 也欢迎大家呢 也可以透过了网路上面 一起来做学习 除此之外呢 我们在手机当中 不同的系统 我们都有帮大家建制了 超级生命密码的 梦想舞台手机APP 在这个APP当中呢 其实也有很多的最新消息 另外也有好听的歌曲 可以让大家呢 随时随地的播放 通过了我们最方便的手机载具 也可以一起来做学习和应用了 但是呢 如果大家也想要透过了 更多实际的方式 来参与我们的课程 或者是精英会的话 其实在我们的全世界各地 都会有超级生命密码的 圆满人生精英会 在这个精英会当中 我们会一起来导读 太阳圣德导师的著作书籍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彼此学员们 分享的一个时间 因为有的时候啊 很多的事情 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也会越病越明 越变越清 所以呢 这个分享也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呢 不过呢 因为我们在全世界各地 每个城市当中的人生精英会 其实的都是不同的时间 还有地点咯 所以也欢迎大家 如果想要参加的话 可以透过了官方网站 或者是手机APP当中 来询问客服人员 就可以找到了 我们最方便上课的一个时间 还有地点了 又或者是 大家对于这圆满人生精英会 或者是超码的系统 还有什么样想要咨询 想要询问的地方的话 也欢迎大家 先把这支电话抄写起来 在我们一般上班时间 周一到周五的时候 可以拨打电话来做询问 台北的电话是02 55995439 台北的电话是02 55995439 就邀请大家一起来 透过了学习 让我们自己呢 思习越理越轻 让我们在后续呢 做选择 做决定的时候 可以更不后悔的 去做出任何的一个抉择了 所以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非常的感恩 又可以邀请到的 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精神导师 太阳声德导师 持续来到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提点 感恩导师 谢谢子蓉 谢谢大家 再次的感恩太阳声德导师 在节目当中 为大家所做的提点 在我们的生命历程当中 如果我们一直都适用着 同一套的思考逻辑 好像呢 就很容易卡住 对不对 或者是拘泥于其中 一直沉溺于过去 但是诶 如果我们有一个新的逻辑 新的方向 新的一个方法 来做一个不同的翻转的话 说不定呢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人生 就可以海阔天空 所以就邀请大家 一起来了解 超级生命密码 这套的系统 并且落实在 我们的生活当中 而在我们的节目的 最后一首 好听的音乐作品呢 同样也来送上的是 来自太阳声德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歌曲 叫做相约 那我们就相约 一起来做超马的学习 一起共同学习成长 而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 就来送上 好听的音乐作品 我们在下周六 中午的11点钟 到十二点钟 F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的频道 我们空中再会咯 拜拜 生命图画中怎有缺 总是盼呀盼 月满魔绝 云远千巧遇 才有了结 也许曾经真的 曾相约 盲点 盲弄添海 盲点点 你再组 盲点 也许曾经 紧紧涂抹七彩 精彩也 感恩 这相约 我才知道难题 总是有解 人生啊 装身梦迭 宽宽天地爱 深情相约 相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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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图画中 怎有缺 生命图画中 怎有缺 也许曾经真的 曾相约 张扬天地间感动 长根眼 静呀 生起重要的 天地相约 七缘节 秋又结 成就总在跳远 紧紧涂抹七彩 精彩也 感恩 这相约 我才知道难题 总是有解 人生啊 装身梦迭 宽宽宽天地爱 深情相约 感恩 这相约 我才知道难题 总是有解 人生啊 装身梦迭 宽宽宽天地爱 深情相约 宽宽天地爱 深情相约 宽宽天地爱 深情相约 宽宽天地爱 宽宽云 宽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